按確定,也是一樣可以啦 可是 似乎好像沒有很好用 所以 這個就要看狀況 不然的話,每次又要再做一下名稱重新定義 好像也不是太 太理想 所以這邊的話,第一個 再來的話 所以怎麼辦呢?乾脆這樣 定義名稱怎麼樣? 把它刪掉算了 OK 我想各位自己再調整一下 再來的話,就最高分 我先做一個 其他部分,我想自己再去做調整 OK 打勾 最低,最高,我想這個部分應該 很簡單,這邊有個 最大值 最大的話,這個範圍 誰最高分呢? 按打勾就可以了 OK,98 最低分幾分呢?這邊也有 最小值 然後呢,範圍給他一下 可以按打勾 然後,及格人數的話 條件 所以這邊,上面沒有 這邊沒有算人數 所以 還記得嘛,用 Count if 對不對 所以這邊的話呢 及格人數是 CO 所以這邊的話,就打一個CO一下 往下 Count C-O-U-N-T 然後 Count if 有沒有 OK按個確定 第一個的話,Range Range就範圍 這個範圍裡面 條件 條件的話呢,就是 及格是 大於 等於 60 是一個條件 點上面一下,它是一個字串 按確定 條件就出來 那不及格有幾個呢? 其實也是一樣 如果你偷懶一下 其實很簡單 把這個 複製一下 取消 不及格的話 只要把什麼公式呢? 裡面改一下 這個應該是 小於 方向改一下 小於60分的有多少個呢? 3個 所以全部有幾個 10個嘛,應該沒錯 其他的話,我想各位 再自行做一個調整 看看要不要把這個 名稱定義給取消 取消也很簡單嘛 剛剛有講過 這個 或者是說 我們只要取消什麼 這幾個 成績的部分 成績部分 因為如果你取消總分的話 他會 就是名次就會有問題 所以把這幾個刪掉 確定一下 這樣再來做,應該就OK 那這個 重做一下 好吧,畫面還給各位一下